传闻周宁川慕尼黑工业大学机器人与嵌入试研究所,事与雷雷创医疗机器人有限公司研发部,知识分子为更好的秩序生活。 2018年6月18日,英国牛津大学发布消息称,该校一个团队在新型医疗机器人设备辅助下,为多名病患完成了眼部手术。 牛津大学称,此次临床试验证明消关机器人技术能安全,可靠的应用在日内对精确度要求极高的手术中。 该研究主要由英国牛津大学附属演科及荷兰埃因或Precise BV公司共同完成,牛津大学提供临床条件。 Precise BV公司提供该公司研发的显微手术机器人。 Precise手术系统图一,临床试验中,病人都患有视网膜黄斑裂口,需要进行视网膜部分膜层播出操作,一种典型的玻璃体式网膜手术,以修复裂口改善视力。 图一 Precise 公司实施的玻璃体式网膜手术并非眼科手术中最难的类型,毕竟很多医生徒手也能完成手术,但是Precise Precise手术机器人系统,确实是个很好的应用。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医用器械和机器人研究实验室副教授Elyan I.A.O.T.T.告诉知识分子,同样做眼科机器人的鲁文大学更有优势。 是,因为他们设计的系统手机器人能帮医生实施徒手无法完成的手术,比如是网膜静脉插管术,他在邮件中写道,什么是玻璃体式网膜手术? 玻璃体式网膜手术对精度要求极高,医生需要在孔膜上安放三支套管,一支用来安放眼牙缝,以保证手术过程中的正常眼牙,是眼球保持充盈外型。 一支套管放置浅微眼科手术器具,最后一支套管放置光纤,供手术照明,图二玻璃体式网膜手术示意图,如INDAO,2018。 手术主要面临三方面的挑战,一是精度要求,理想手术操作精度要求为10微米,头发直径约为80微米,医生手部物理抖动,扶植一般为100微米,二是手术仲微弱的触觉反馈,眼科手术器具。 体现与视网膜作用力,在15毫牛以下,一牛等于1000毫牛,一个鸡蛋重力约为0.5N,三是手术中微弱的视觉反馈,此类手术发生在眼球内部,因此需要光纤找明。 又因为视网膜透明,所以手术事业很差,因此,该手术需要多种医剂。 经历繁杂的手术流程,一般有主刀,极多个助理,协助操作完成。 图三precise的主操作手机构,该操作手安装有电机。 可向医生提供力反馈,Einholen University F-Technology YouTube channel,图四precise的从操作手机构,成双平行四边形。 临床方案及结果是二位患有视网膜黄斑裂孔的病人进行了手术。 病人被随机分配到两个小组,分别由医生手动,或者由医生操作机器人完成。 手术有两个指标评说,手术成功率和手术持续时间。 实验结果表明,手术成功率差别不大,皆为100%,但是机器人辅助手术的操作时间更长。 机器人辅助手术全部操作平均持续时间为55分钟,而手动操作全部手术平均时间为31分钟。 该研究同时还应用机器人,配合凯尔蔡斯术中OCT呈向医器WISCAN-700,进行了视网膜下注射。 研究表明,这款机器人辅助手术,在眼科视网膜显微手术中是安全可行的。 图5手动手术和机器人辅助手术指标对照,图A,B为关键步骤操作时间,图C为全部手术操作时间。 机器人列势明显,图B为损伤数量对比,这向机器人占优,但是统计学意义不明显。 Edward Zito,2018,该团队发表的文章,讨论了医疗机器人,在手术中的应用争议。 机器人手术提高了操作精度,但是网络延长了手术时间。 并且,机器人手术的临床效果,并不比经验丰富的医生优秀太多。 该团队因此认为,人机交互的效率需要进一步优化。 这将是影响验科手术机器人推广的重要因素。 笔者认为,手术机器人的早期优势,在于能够降低学习缺陷,增加能做相应手术的医生数量,从而救治更多的病人。 怨气优势则在于能够应用自动化、智能化的技术提高人机交互水平,并将手术流程和操作标准化,最终提高手术的效果和效率。 后续的研究重点,会在机器人系统的设计上,使机器人更容易被眼科医生所接受,并优化机器人系统的学习缺陷,以及进一步提高机器人系统使用过程的安全性等等。 Iota Trader说,知识分子小黑板主从、小手术、机器人。 Masters you have robot remote surgery。 主从窑是一种机器人的控制方式,即从机器人跟随主机器人的指令运动,遥控的巨车便是应用主从窑的控制方式。 除了主从窑机器人,机器人还能通过其他方式帮助医生,比如,医生和机器人共同控制手术器械,以及基于磁力控制的微型机器人。 目前,仍然活跃的中国研究单位,主要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及中山大学。 参考文学。 Eadworth T.L.U.K., meaning H.C.M.Ed.L.F.I.R.S.T.-I.N.G.H.U.M.A.N. Study of Sea Safety and Visibility, of Intra-Ocular, Robotic Surgery J, Nature Biomedical Engineering, A.L.U.M.A.R.S.M.Q.O.N. Niddle, Tip Localization Using 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, Images for Subretinal Injection, 2018, I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obotics and Automation Nitric, 2018本届刊法内容为金属编许可及使用。 C-O-T-Y-R-I-G-H-T-I-T-T-I-T-I-T-H-I-S-H-I-F-E-N-Z-I-C-O-M。 商务合作请联系。 B-U-S-I-N-E-S-S-T-I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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T-H-I-S-H-I-F-E-N-Z-I-C-O-M. 知识分子为更好的知识生活 R-Dee The Intellectual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咯。